好 同学们好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渲染中的一个压缩的技巧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说我们怎么样子能确保我们这张图像这个视频啊 既有清晰度 然后呢也就是画面要好 质量要高 那么同时他所占用的空间又小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给大家看四段我们的这个做好的类比 好 我们回到我们的桌面上来 那么老师呢在这地方呢 这个有四种的同样的一段视频 分别呢我把它用了四种解码方式 其实是QuickTime里面的四个不同的解码方式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看到啊 原来的视频的大小是这样子的 只有1.3个GB 我们回到AE里面我们来看看 原来的这个视频的大小是1.3GB的大小 但是啊我们说在这里面 我们用了Animation这样的一个压缩方式之后 其实它不是压缩方式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画呢 它是基本上是无损压缩的 保持原来的画质 但是它保持原来的画质 不仅仅没有压缩空间 反而把我们的空间变得更大了 所以这种Animation的这种压缩方式的话 我们一定是要回避掉的 而且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电脑的配置啊 非常高要求 为什么呢 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出现那种卡针丢针的画面 所以记住 我们再去做压缩解码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Animation这种方式 因为QuickTime里面默认的它就是Animation 千万不要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比的呢 就是剩下来的这三种 分别是我们的这个GoPro MP4以及H264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啊 1.3G的视频 在264的解码里面只有300兆 多一点点 而我们在我们这个MP4里面的话 它会多个200兆出来 有500多兆 而GoPro呢是900多兆 GoPro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那个针孔摄像机啊 相当于就是尤其是像现在比较多的一些 这一个真人秀节目 它用的很多就是GoPro 就是隐形摄像机啊 微型摄像机 对不对 这样的一个解码方式 那么这个的话 它在用的空间其实还对我们来说 并没有起到一个量变的这种压缩 以前是1.3G 那么现在还接近1G左右 所以我们呢基本上也会啊 把这种编码方式呢给它放弃掉 并且这种编码呢 要单独的去下编码器的啊 只有非常好的一些 比如像暴风影音啊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播放器啊 才能去播放它们啊比较麻烦 那么接下来呢两个呢都是比较好的啊 编码上面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是MP4一个264 那么在这个上面的对比啊 我们说其实从人的肉眼上面来说啊 基本上你看不到它太多的一些变化 好我们尽量的去进行辨识吧 好我们把这个264跟MP4的两个同时利用的呃一个用呃 同时用相同的播放器去进行一个打开 我们来打开来试试看 那么从经验上来说啊 我们认为啊就是说二这个这个264的解解码之后啊 它的颜色要偏素一点啊就饱和度没有那么高 而我们说MP4呢解码之后啊 它的画面的饱和度呢其实是比较高一点点的 经验之谈啊对不对 哎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就是鲜艳度 MP4的解码要比264的呃这个这个好一些 但是从我们的这个呃解码的压缩率来说 264的解码要高很多啊要高很多 并且呢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播放器啊 百分之几乎是100的播放器都支持264的解码 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设计师来说的话 你不要考虑其他我们再进行多个比较之后 我们就选择H264解码 好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我们的AE里面的一些渲染技巧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我们说啊 一般的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建议啊 你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说 呃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首选项啊 mac的是直接在这里面去找 如果windows的呢是在帮助菜单下找到首选 呃在我们的编辑菜单下应该是啊 在编辑菜单下找到首选项啊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嗯好 我们找到内存在这里面呢 渲染的时候啊我这边安装的内存不是很大 只有8gb啊 如果你比如说你是这个做AE的一般的建议装到16gb 对不对 为其他应用程序留到20%左右就可以了啊 为其他应用程序留到20%左右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你设置的这个内存值越大啊 你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为其他的留到2gb 你给AE留到的呢就是6gb 你为AE留到的越多 那么这时候就意味着你渲染的越快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一点啊 另外呢就是你在去进行渲染的时候啊 在这个地方我们比方说啊 我们把这个之前的啊已经有的一些渲染的 对不对 给他删掉嗯 添加到选择我们的那个项目 对不对 哎 选择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直接的呢添加到渲染队列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有输出模块 记住千万不能用默认的animation啊 一定要用格式选项这里面的 H264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做过比较了 对不对 他非常多的解码方式啊 当然其实你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去进行一个尝试 我们在这里面用最参用的H264 品质呢 一般的我们的给到百分之百 但是针对于视频比较长有几分钟这样子的 其实尤其是我们AE是做特效的 他不是用来做剪辑的呀 你品质给到百分之八十足够用了啊 足够清晰了 懂我的意思了吧 给到百分之八十 那么这时候的话你去点击渲染就可以了啊 点击渲染就可以了 好 所以最后的我们能看到的画面呢 就是我们刚刚比较过的一些画面 我就不去给大家多啰嗦了 好本节课呢 要跟大家讲的我们的这个 关于这个渲染的一些技巧啊 我们就先跟大家讲到这个地方 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 那么今天的大家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